一升走遍中国,我现在700次火车上 这样坐火车去韩城 马上要经过河阳北站 现在在陕西呢 河阳是陕西渭南的一个县 河阳北,河阳北 从这下得还不熟呢 出站口 下站呢,就是韩城了 见随刀了 河阳啊,我还没来过呢 以后有机会再来呀 我一开始的slogan呢 是一升走遍中国吗 具体如何执行呢 中国啊,有近300个低级市 再往下是区县 县一级的行政单位了 有2800多个 再往下相争的话 就更多了 我计划就走到县 一升走遍中国所有的县 我坐的这趟车啊 前面没有这么玩 是最慢的一种车 这车的平均时速啊 一般不超过100 不同速度的列车啊 开头的这么玩 是不一样的 开快头的是快车 独快 最高时速啊 不超过120 T开头的是特快 独特 最高时速啊 最高时速啊 不超过140 然后10公里 进城了 向山大桥 寒城站 飞上行李下车 这是终点站的 看一下我坐的车 这条起路线呢 都是跑的这种慢车呀 出站口 寒城站 1点04了 还没吃午饭呢 在站前面找个餐馆了 花开的好旺盛啊 月积花 中间有蜜蜂在采蜜呢 五家面 就在这个吃吧 扫子 豆角 茄子面 小闪 炸香 还有小吃 来个五家扫子面 小份的 再加个 小碗扫子吃吧 哦对对 再加个肉加馍吧 喝的 豆浆 玉米露 再加个玉米露 面汤 肉加馍 用馒头加的呀 这和在西安吃的 完全不一样 嗯 里面的肉啊 也不一样 肉里面加辣椒 还挺辣的 玉米露 还挺香挺浓的 里面加了南瓜和糖 扫子面 这么多扫子 露 豆腐 面呢 特别的筋道 像手工擀的 一共花了25块钱 谢谢观看